Hello, 大家好, 我是 KF 我和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建设一个 knowledge base 这个其实是在 knowledge management 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而实际上可以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 发挥很大的帮助和价值 这个是我自己搭建的 knowledge base 的例子 首先讲一下一些背景, 就是我的 business needs 为什么需要搭建一个 knowledge base 呢? 就是因为过去超过六年, 我是利用一些 open source 去搭建一些自己用的系统 最主要是针对 knowledge management 所用的 搭建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用到很多不同的系统 module 可以说, 所学到的 module 是有几百个的 当我是想去搭建一个新的 project 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可能是记住几百个 module 是哪个打哪个, 怎样用, 和一些很具体的资料 所以呢, 在我的工作中, 我就需要去记录下 这是我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些经验 或者找到的一些有关的资讯 和一些学习的途径 那这个呢, 就变成是我搭建的一个 knowledge base 的 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好, 接着呢, 我们要看一下 那我们在搭建这个 knowledge base 的时候 我对这个 knowledge base 的系统有什么要求呢 那首先呢, 就是 对于我所做的资料搜集 那个责取, 或者acquisition 是要够方便, 够快的 因为我平时是在 internet 上面呢 是找很多很多的相关资料的 那在这个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 有些是很有用 有些可能是没什么大的关系的 所以呢, 在搜集完之后呢 在过程当中呢, 我篩选了一些 重要的一些重要的资讯 而是需要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呢 不用浪费很多时间, 就可以让我 将这些重要的一些资讯记录下来 那第二个样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 当我去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我需要呢, 是可能在不同的状态下 需要使用的 例如呢, 我对一些 可能是忘记, 我得少的忘记了 我需要重新学走 所以这个是一个learning的一些资料 那learning资料呢, 是比较上 是需要花多些时间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 可能是我已经是对于 一个某一个 某一个模块呢 可能是比较熟悉了 我可以直接进去呢 自己记得它的安装步骤 或者使用configuration的步骤 那就可以了 那所以这个要求就是呢 这个piece of knowledge 我需要能够 是适应到不同的一个mode of operation 我在不需要不同的人的状态之下呢 我会很快找到我需要找的资料 是不需要浪费时间 在其他的不不标的地方 那里的 那还有呢, 就是我 可能会是经历到一些 是相关的资料 这些资料可能会有用 可能会不会用 但是我想去 将去有关的这些资料 是保存回来 将来有需要我可以reference 而多数这些在网上去採集的资料 我是需要记得一条link 而事前我是不知道 是将会有多少条link 我需要记得多少 可以多可以少可以没有 那还有一个是非常之有可能 经常发生的一个需要 就是呢 当我去找某一个资讯 我说是一个目标 去找一个资讯的时候呢 我在过程中 我发现了 是另外一个 原来我都有兴趣的 另一个module 或者另一个做事的方法 那意思是 我由一个需要找的一个knowledge 就衍生到变成两个 甚至三个 四个这样 好了, 根据这些简单要求 我就开始去 design 去创作我这个knowledge base 那大家留意了 因为呢 我自己呢 是变成是同时间 是一个资料採集者 但是也都同时间 是一个资料使用者 我所谓的一个 叫做content 的contributor 和一个content 的consumer 那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呢 其实就不需要一场时间的 那我就设计了一个 这样的系统出来 那首先要和大家解释的 就是呢 这个设计呢 其实不是一次过设计出来的 我自己是经过很多次的 来回 推敲 实验 做了 可以说是一个iteration process 就是我做了第一个版本出来 而发觉呢 有些事情我开始改善 然后再去修改 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 是来回很多次 最后 出到一个我自己是比较 认为满意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样呢 所以 用者有能力去修改 这个结构 其实是建立这个knowledge base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现在就开始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现时来说 设计出来这个版本 是怎样的结果 首先我进入了一个 我的system的版面 这个只是一个demo的一个version 所以里面所含有的knowledge base 或者的module的数量 其实就不是很多的 在实际上 我自己真正的knowledge base 其实是有几百条的 那我进来这里 叫做 去找一个module的knowledge base 点击这个menu item 那进入到这个位 就是关于module的knowledge base的总表 那我叫做 BYOS 的knowledge base BIOS BYOS 是代表build your own system 就是我自己去答应自己需要的系统 是一个不需要做coding 或者不需要做programming 都可以答应系统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完全是以一个user的角度 去design这个系统 首先我们去拉下来看看 这个就是整个list 这里所包含的 其实只有几个 不太多 足够做demonstration 而左手边 是一个search area 因为我做这个 其实是based on Drupal的open source 去做的 现时来说 它支持三个版本 D7,Drupal 7,8,9 所以我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module 是选择不同的version 的时候去用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filter 来的 另外当然我可以打个keyword 去找我需要找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recommendation 当很多module 我试过用过之后 我会有些建议 有些可能是必需要的 must have 有些可能good to have 有些based on need 因为根据一些不同的recommendation 我会标示出来的 所以当我下次去用的时候 我就会记得 这些可能会有些危险 try and own risk 有些可能我试得不足 我要wait and see 有些可能甚至试过之后 发觉有些问题 就不recommend not recommended 而这些 但这些未必是很常需要的 一个选项 所以平时我把它切成了 很简单 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tasonomy tasonomy 其实总共有三个dimension 这个version是第一个 这个搜寻的keyword是第二个 而recommendation是三个 综合了三个dimension 来做一个search的功能 我们随便去找一个 其中一个knowledge 我可以按一个叫colourblocks 在这里大家首先第一个 就看到一个结构了 其实在最顶部 其实很简单的 module的名字 那是official的link 我一按进去 它就去了 真正的module的官方网页那里 然后呢 中间可能是包含了一些video 这个可以给我在搜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几个video是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我例如我需要学习 或者我忘记了怎么用呢 我就可以很简单的 click就可以open 这个有关的一个教学的video 大家在这里 在这个试图里 那还有呢 installation的过程 怎样去用呢 install了之后 还有什么reference reference 有很多link 例如呢 其中一个 一click进去 就去到我曾经 发现的时候 有些很有关系的一些资讯 那这个整个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 一个叫content structure 因为有这样的structure 那我可能是在一些我要重温 或者有些如果是 我忘记了的了 时间太久了 重温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mini training的需要 所以我就在这里找回 有关的video 和wine weapons 但是如果有些东西 可能我觉得是 已经是装过两三次熟的了 那我不需要去看上试了 我可能直接进来 但我忘记了步骤 可能直接进去installation 直接看这里 跟着呢 可能是用完之后 怎样去用呢 直接在这里 那就不用写所有的东西 那基本上呢 这个content structure 对于usability来说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我认为 再拉低一点 其实呢 就是一个image reference 那现在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 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 是很难的 那当我们去gover的时候呢 太多文字 其实我们是很辛苦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来说呢 尽量呢 有可能的 都用video 或者 是用图的方式 显示 那到这些显示 我都不明白的时候 我才真正去看文字 那就分开了 那这个video 其中一样东西 video呢 通常来说呢 如果第一个字不熟悉 应该是最快的 那但是如果有印象 你虽然是需要看图 所以我这里呢 就是收集了一些图 那我click进去的时候呢 那这些有关系图呢 对于我所使用的时候 都重要的 那我click进去呢 它就做出一个 这个叫pop up 或者叫overlay的效果 在原有的资料上呢 overlay了另一层 去display出来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的图 不会局限于 那个 它的网页上 让我让我的space 那个大小 因为我pop up 出来呢 就可以用full screen 去display一张图 那所以呢 这些图 pop up出来呢 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那最底下呢 其实是有个caption 那这caption呢 我是利用了去 用来解释回 这个图有关的 我需要知道的资讯 跟着我只要用去左右键呢 有keyboard 或者是click这个 arrow 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这些都是呢 一些我是 工作过程之中呢 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用过的地方 我将一些关键的图 capture 低下来 然后去加一些描述在这里 那所以呢 这些其实呢 都是在过程中 我体验到出来的 以至我将knowledge 去deposit出来的 给我自己用 或者给将来其他的人去用 所以呢 我是不停去 当我scroll through 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就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我其实呢 通常来说 是不记得这些东西 我去看这些图 我已经很记得了 那你就 而呢 当然呢 是当我去做这个 图片的摘取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加了一些注释的好可能 这些注释来说呢 是帮助到我们 日后怎么应付回 同一篇的module的时候 我所需要去recall我自己的 那这个图呢 当然是比较占地方 所以呢 我就是不需要的时候 我要close 需要的时候打开你 那另外呢 在之前的那些content structure里面 可能有一些呢 是需要一些图的 那比如这个 那这个也是太小的 但是我当我click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图了 那就可以是一个full screen去看 那是同一个原因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首先是关于content structure的设计了 那其他的呢 可能是有关的一些资讯了 那我就不再细讲了 那下一个呢 就是看回来 就是其实呢 当我去做到这个content 的时候呢 这个module呢 我发觉呢 就可能有机会呢 是会是牵连到其他的module 或者我们去选一选 一个其他的 其他的 一个 example 那这个是另一个的module 它的名叫Juicebox 那就是 一样 又有不同的一个 content structure的分类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分类比之前的那些多了 那就是 在左边我留意一下呢 那就是 有个叫Similar Modules 那其实呢 那就是 首先那叫ColorBox 那叫Juicebox 那其实呢 那两个是一个separate 不同的independent的module 来的 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但是呢 这两个module 都是应用在图片的处理方法 所以呢 所以呢 虽然它是两个独立不同的module 但是当我去建构这个knowledge space的时候 我应用了一个tessalmic的方法 所以其实这个系统会知道 两个虽然是不同的module 但是应用在类似大家相同的一个种类或者环境之中 所以在这个similar module 当我展示到这个juice box的module的时候 它就自动将另外一个储存了的knowledge 就是刚刚看到colour box 它就自动显示出来 所以当我去找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系统有另外一个similar module 我可能都需要参考一下 或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可以在这里 去到colour box module 这是一个初步智能的功能 这个智能的功能 其实可以是 现在暂时所用的这个方法 比较简单些 但是如果你想做得更加好些 更加什么呢 其实就不是那个系统的algorithm 或者不是它那个机制来的 而是在tessonomy那里入手 是怎样去管理你的tessonomy 而是能够得出一个更加好的 或者更加AI的一个结果 那在上面这个 叫做known related module 那现在这个显示就没有了 但如果有 例如当我去做了colour box 的时候我已经知道 作为一个content contributor 我知道有些东西跟它 这个应用或者 module 相关的东西 其实我都可以自己去带 那so happened 我所挑选这个 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none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feature 跟大家介绍的 那到最后呢 去回这个design philosophy 那所以呢 就整个 首先跟大家所介绍的 这个design的所有前因后果 和出来的结果 那就是我用在这个front page 一个page 去介绍了 那现在大家拉下的时候 其实呢 就看到一个图 我尝试用一个图 去介绍了整个 个design的理念 那就是在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是 是想进去去 试试这个knowledge space 要点击这个button 就可以进去里面了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可以是相当的 方便简单的 那同样地呢 这个只是处理了 这个module的knowledge space 那是一个真正的 是做知识管理 或者knowledge space 的系统 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一些所谓的content type 那这个是指 局限于 define了是module 但是例如 在module以外 其实都是 系统答片的过程 当然学到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我有其他的knowledge space 就在同一个系统 所以 一个真正的系统 来的时候 可能是不同的knowledge space 去规划 一个不同的需要出来 那当然啦 不同的knowledge space 之间可能是 互相有些关联 或者互动的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 想跟大家介绍的 去建立knowledge space 的时候 我有些亲身的经历 在设计上的一些考虑 和设计出来的结果 如果大家有些问题 或者想讨论一下 欢迎跟我去联络 多谢大家